女子存进银行一千万,四个月后只剩六块二,法院,与银行无关,广州一女子将自己多年积蓄,一千万存进银行,其料四个月后取款时,发现银行账户仅剩下的六毛二,对此,银行却表示并不知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千万存在银行,怎么会不翼而飞呢?难道是银行内部有人暗箱操作,探秘案件真相,近在暗边风云? 2016年的一天,广州天河区某家建设银行内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是李女士,在广州当地一名做美容生意的老板 李女士也是银行的老顾客了,曾多次来到银行存钱,是当之无愧的贵宾级的客户,而柜台的工作人员见到李女士拉着一个大箱子进来,以为她又是增加银行业绩的,当即摆出了灿烂的笑容 可是,这一次,李女士是来银行讨要说法的,她怒气冲冲地走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随即爆出一场串卡号,让工作人员帮她查询一下卡内的余额 工作人员不明就里,满足了李女士的要求,在电脑上操作一番后,工作人员爆出了卡内只有六毛二的余额,听完工作人员的话 李女士当即就怒了,她大声地质问工作人员,四个月前,自己在银行存了整整一千万,就是出国旅烫油的功夫,卡就只有六毛二了 今天,银行必须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此时,工作人员也梦了,她在银行系统里反复地查询,李女士的账户余额还是没有变化,真的就只有六毛二了 眼看李女士的情绪激动,工作人员只好先劝她冷静下来,接着,工作人员提出了疑问,会不会是李女士的家人将钱提走了,忘记告诉李女士了呢 但是,工作人员的说法立刻遭到了李女士的反驳 她表示,自从四个月前在银行里存过钱后,她就带着这张银行卡出国谈生意去了 在这期间,除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李女士外,没有人知道银行卡里有一千万的存款 最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李女士一直将银行卡随身携带,也没有将密码告诉其他人 肯定不存在被人盗刷的风险,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一分钱都没动卡里的,现在卡里的一千万不见了 肯定是你们银行的问题,整整一千万在银行里存放了四个月丢了 李女士自然十分的生气,那李女士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千万巨款丢失的呢? 原来,李女士此次出国是为了自己的美容院购买一些先进的设备 他在欧洲考察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几家合适的公司,一番互相了解之后 李女士和他们达成了合作,并签订了购买设备的协议 没想到,李女士在向其支付订金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他连刷了好几下卡,都是显示的余额不足 起初,李女士以为是网络连接不好,还等了一会儿才有刷卡 但是,依旧显示的是余额不足 这下,李女士就算在迟钝也感觉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他立刻登陆了自己的网上银行查询 不查不知道,一查差点让李女士的心的跳出来 明晃晃的六毛二让李女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唯恐是银行的系统出了故障 来来回回查了好几遍都是六毛二 这下,李女士的生意也不做了 买了最近的一张飞机票,就赶回了国内 他连家都没有回,拉着行李箱就直奔银行而来 但是,对于李女士的千万存款不翼而飞的事情,工作人员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既然工作人员没办法回答,那银行经理总能有个答案吧 等了一会儿,银行经理终于姗姗来迟 了解完整件事情后 经理表示,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是不可能私自挪用客户的钱的,话里话外,都是在暗示李女士在无理取闹 此时,李女士也看清了银行的态度 她要求银行将自己银行卡的流水打印出来 看一看转出来的钱到底去哪了 那银行能满足李女士的要求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6年,广州女子将一千万巨款存进银行 仅四个月的时间,账户只剩下六毛二 女子向银行讨要说法,银行却态度强硬 表示是女子自己签的银行账户授权书 钱被转走,也是女子自己的责任 女子对所谓的授权书毫不知情 究竟是谁替女子签下的授权书 银行方面真的不知情吗 对于李女士查看账户流水的请求 银行经理并没有答应下来 他向李女士表示 自己做不了主,只能向上级领导请示一下 让李女士耐心等待一下 就这样,李女士等了又等 马上银行都要下班了 还是没有人带她去查询流水 此时的李女士的愤怒值达到了顶峰 她在工作大厅里发了一通脾气 果然没一会,银行的主管就出现了 带着李女士去往办公室查询余额了 没想到,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 李女士的银行账户里就发生了上百笔的转账记录 流水单竟然有五米长 李女士拿着新鲜出炉的账单认真的翻看了起来 她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一千万在四天之内全部被转走了 一天最多的时候转去了81笔 而这些钱毫无例外都转去了武汉的一家信托公司 此时,李女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家信托机构 怎么会把钱转给他们呢? 她怀疑自己遭遇了金融诈骗 她立刻打电话报了警,警方到达现场后 也被李女士的经历吓了一大跳 之后,民警对银行的工作人员展开了问询 直到此时,银行的工作人员仍然一口咬定是 李女士自己将钱转给了信托机构和银行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银行还拿出了一份委托书 上面是李女士和武汉的一家信托公司签订的协议 只要这家信托公司发出指令 第三方的支付软件就可以在李女士的银行卡中完成自动扣款 银行出具的这份协议上还有李女士的亲笔签名 这总做不了价吧 见状,李女士就将委托书拿来细细地翻开了起来 看到自己的签名的时候 她察觉到了不对劲 上面的签名根本不是自己的字体 而且自己是在四月份把钱存进银行的协议上的时间竟然是三月份 那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在银行存这么大一钱 银行到底是和谁签的协议呢 银行想着委托书洗清嫌疑 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向证明了委托书就是假的 李女士的钱就是被银行的工作人员转走的 到底是谁这么胆大包天取走了李女士的钱呢 警方是否能够找出幕后真凶呢 警方在进入调查后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维某 这个维某不是别人 就是当初让李女士将钱存在银行的朋友 除此之外 她还是这家银行的客户经理 当初在得知李女士的手中有一千万现金要存进银行时 维某就极力游说李女士存进自己的银行 并且向李女士承诺了高昂的利息 李女士想着自己和维某也算是朋友 存在她的银行安全性也更高一些 更不用说还可以拿到高昂的利息 于是在出国之前 李女士就将钱存进了银行了 殊不知 维某却在背后给了她一个大惊喜 当时为了不让李女士发现转钱的行为 维某还用自己的精力权限 暗中将李女士的网银通知的功能关闭了 这也是李女士隔了四个月的时间 才发现自己银行账户被盗的原因 犯罪嫌疑人找到后 李女士满心欢喜 终于能将自己的钱拿回来了 然而法院的判决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6年广州的李女士将一千万存进银行 四个月后账户里仅剩六毛二 李女士找到银行讨要说法 银行表示 与自己无关 李女士一气之下将银行告上法庭 不料 法院判决让李女士当场崩溃痛哭 银行的判决到底是什么 李女士是否能拿回自己的钱呢 案件真相大白后 李女士找到银行 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一千万元 但是却遭到了银行的拒绝 银行方面表示 韦某盗取李女士账户的行为是个人行为 与银行无关 银行不应该为此负责 李女士认为银行完全是在胡扯 韦某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自己的钱被转走发生在韦某任职期间 这当然属于银行的监管不利 而且那份委托书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银行却没有发现 这难道不是银行的失职吗 此时李女士也看清了银行的嘴脸 为了追回自己的钱 她干脆将韦某和银行一同告上了法庭 在韦某被抓后 警方从她的家中找到了 还没有来得及转进海外账户的四十万元赃款 而在警方的后续调查中 发现这并不是她一次干这种勾当 在李女士之前 她就已经通过伪造委托书的方式 暗地里将客户的钱转走 而那个所谓的信托公司 是她和朋友两人开办的 两个人狼狈为奸 靠着这种方式偷走别人的血汗钱 实在可恶 很快法院就受理了李女士的起诉 第一次庭审很快就来了 在法庭上 李女士的唯一诉求 就是将自己的一千万追回 然后赔偿四个月的利息 可是银行方面却称 李女士的银行账户被盗 完全是因为她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导致信息被盗 才会被伪某拿到伪造了那份委托书 李女士认为银行完全是在强词夺理 明明是自己监管不力 却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身上 然而 就在李女士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胜诉时 法院的判决却让她傻眼了 法院认为 在这场案件中 银行方面都是按照流程办事的 没有存在失误的情况 所以法院驳回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判决下来后 李女士当然不服 她当即向法院提起了上诉 这一次法官在双方提交的材料中找到了银行存在工作失误的证据 那就是李女士在存钱的时候 银行并没有向其告知扣款的流程 后期账户多次向信托公司转钱时 银行没有尽到告知的责任 也没有向李女士核实具体的情况 这才导致李女士的账户被盗 出于这一点的考虑 法院做出判决 银行方面需要赔偿李女士450万元 再再加上四个月的利息 而韦某则要把那四十万的赃款全部退还给李女士 李女士在银行里丢了一千万 一番折腾后 拿回来了差不多五百万 损失了将近一半的钱 可是该做的她也做了 结果就是这样 最后李女士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要是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解决呢 李女士的损失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 从这起案件中 我们也发现了银行内部存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 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客户存款 给银行信誉带来极大的损害 虽然银行方面表示对此事不知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完全免除责任 毕竟银行掌握着客户的隐私信息 有责任确保客户资金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